依照牢方所提的诉求 我们在15天之内 我们就提出发放 步行航空周一再度召开 劳资协商 步行航空在协商后 出面说明 已经和劳方代表达成协议 全体员工11月份的薪水 会在这个月30号发放 12月的薪资 则是在2017年1月5号费赂 之前会部分 年支超过3年以上的员工 将会优于劳机房 你3年以下一个急剧 3到10年一个急剧 10年以下会另外一个急剧 支检费当中 平均薪资的计算基准 依照劳方代表所提议的 增加运务人员的执照加急 以及工会代表提议的 空服员外站津贴 通通都列入了计算 计算的方式 将由董事会和股东会 同意后生效 这是协议结论 是资方和5位公司 推派的劳工代表所达成 让外界质疑结论的合法性 劳方的代表是根据 复兴航空1700多位员工 所选出来的代表 他们的代表性是 觉得没有问题的 先不管你有没有加入工会 那其实只要 不管是工会 或是任何人 跟公司谈出 一个比优于 我们原来同仁 获得条件的时候 大家都是可以 自己地区招办 如果劳方代表的说明 那个复兴航空企业工会 却不买单 既然你觉得 应该要一视同仁 你为什么不加入工会 跟我们一起争取呢 这样不是更有利吗 这样其实是造成更大的伤害 企业工会会后强调 和资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我想目前 大家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 同样为之前员工争取权益 最后变成劳方代表 和企业工会护杠 可能是复兴航空员工 死掉未解的情况 圣诺中心 开报道